六次總冠軍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生涯的第一個總冠軍 07年 就是對藍牛那個 兩隊一直在那邊 沒有那麼容易贏 我們已經打了三分四分領先了 結果他們就是可以再逆轉 我那時候印象中最高 也是覺得最難打的一次 打過六次裡面那一次是最難打 我並不是要挑釁對手 因為那時候滿壘上去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 最起碼最起碼要高飛球 因為我的腳趁打到滾地球 對球隊一定是損傷 投手剛好又是徐文雄 又是自己的同學 我說因為其實也算很瞭解他啦 結果後來真的丟來之後是飛球嘛 但是我也知道打得很扎實 但是我打出去的時候 我的這個意思是哇我終於達成了 就是飛球最起碼有一分打點了 就算是接殺也是一分打點 結果在跑的過程當中 哇怎麼還在飛 結果後來重播畫面之後 結果他是真的是很遠的一顆球嘛 我頂多就是這樣了 我並沒有要挑釁啦 對啊我只是有 的想法就是我有做到 我該做的事情 對啊很高興就是 Yeah這樣子